在戰鬥的期間 黎巴嫩南部被炸得支禮破碎的 一樓店家沒人敢清理 如今以色列與珍珠黨 達成了為期六十天的停火協議 總算能夠開始復原的工作 然而這個停火協議非常脆弱 以色列在停火後的第三天 就因為懷疑珍珠黨人 潛入利塔尼河以南地區 而轟炸了珍珠黨基地 這個月二日 又有乙軍對黎巴嫩南部 進行砲擊與重擊槍射擊 造成兩人死亡 對此珍珠黨也對乙軍基地 發射兩枚火箭回擊 兩方持續零星交火 停火協議真能滿六十天嗎 不過美國國務院仍然強調 停火協議確實減少雙方死傷 並表示美國與法國 透過了特定的機制 監督並處理違反規定的個案 只是已真雙方 如今互控對方不遵守協議 以色列媒體甚至報道 內部安全機構認為以色列和珍珠黨 有50%的機率會重新爆發戰事 環宇新聞發言之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